我们现在找到一个这个大车来了 在大车在过弯道的时候一般都会鸣笛 是吧 这个比较好 提醒一下对象的这个来车嘛 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基本上不碍事的地方 因为他这边我们上山的话 他一直是排水沟 排水沟 所以说你没有靠的地方 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这个位置 他前面是排水沟 但是这呢有点这个矮 我们能靠一下是吧 休一会儿这地方太好了 我今天又是水没带 水没带的话就还剩一杯水 剩一杯水 我也不知道前面还是不是 是不是还有这个能卖水的地方 我估计有点悬 看这边的那个房子吗 都是这边是建在这个山脚下的 是吧 因为他这边的山上 我估计你要是建房子很困难 是吧 他这个山第一个比较陡 第一个比较陡 第二个就是 这个沙石啊 是不是他应该不是很稳定 我不清楚啊 这是个人的一个观察 啊 你看了 这边的山 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边都是山区啊 是吧 你要想到你要想从一个城市 不是 你要想想从一个县 大车王 你如果要是想从一个县 我闻到的时候都得平级吗 哎 广西的时候 然后那个 你要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 你必须得翻山 是吧 这条路 只有318 还有一条317 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们住在这个平原地平原地区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这种山路的这个是吧走这山路这个感觉 风景特别好 风景 你绝对特别好 是吧 但是你就是得翻山啊 上山下山上山下山啊 其实我们现在平原的话东北是平原吗 华北是平原是吧 山东是不是也属于平原山东那边 青岛 我最喜欢的青岛 然后那个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山区或者这个秋陵地带啊 广西 刚刚过广西 广西这边也是应该也是山区啊 广西完事海南 海南的是中间是山 然后他这个 岛的这个边上是有一点这个平平坦的地带啊 我们现在海拔三千九 那三千三千 刚过三千 看一下看一下 口误口误 不好意思 抱歉 三千零二十三 现在海拔 我们前面那绝巴山呢 海拔三千九百多啊 就算是四千吧 这个 这个 呃 汇车了啊 你好 然后那个 我刚才说到哪了 哈哈哈哈 海南啊 然后那个 基本上都是山区或者丘陵这块了啊 然后这个这个 哦对那个绝巴山 三千九百多我查到的海拔 我们现在来刚三千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呃现在就只能往前继续赶路 反正 这堆东西 行李是是重一点 但是我 嗯 保留 是吧 所有的行李一件不会丢的 是吧 毕竟跟着我现在应该有五千公里了吧 是吧 大概五千公里了 所以 就这意思啊 我们继续 出太阳了啊 哈哈哈